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当然压力很大了 因为想要去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演唱会本身我自己一直比较看重的就是除了音乐这个核心部分以外 我想有更多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加入 例如说在可能科技方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这个艺术方面 然后大家会看到的时尚方面 我希望它是一个多元的立体的一个盛宴 也许会有 我对节目内容上面就是要求比较多 然后每一趴的这个节奏 整体的整体的节奏的把控也是比较挑剔的 这是我目前还没有去想的一件事 因为我目前还是比较在意的是自己本身内容方面的东西 还有就是各个团队之间的一个磨合 我其实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种姿态 不太像传统的流行音乐 因为可能我们一想到比较传统流行音乐 快歌然后包括情歌的这个呈现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模式 但是我反而想说通过《隐瞒》这张专辑去打破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有一些独立性的一些先锋性的一些音乐加入到这张专辑里面 那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不便多做介绍 因为我还是想毕竟制作两年的这张专辑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先听到音乐 但我不太想说在音乐还没有出来之前先去做一个引导 我第一感受是很开心 非常的开心 但是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我觉得天气太热了 虽然很感激歌迷的这份用心 然后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喜欢 想让我开心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去做 因为真的在机场那么拥挤的情况下就是很不安全 而且天气这么热的话 其实对身体也不太好 因为我喜欢图片 Instagram它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图片的分享的地方 其实大家就一直非常关心我支持我 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大家的对我的用心 其实我觉得我最能做的就是非常努力地去完成一些艺术上面的一些追求 我觉得这是我回馈大家最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过度翻遍变虚幻 无辜出世 野蛮生长